就是说我们刚刚就是在刚开始 我先把这个结果先输出 我先把那个保护先把它取消掉 这个取消 那我们刚刚有先做一件事 什么事就是这个范围有没有 我先做按右键除存个格式里面 然后做那个锁定跟引 这个地方我们是手动的先把它锁定跟引 意思说我这个范围我要保护跟我要隐藏 但是问题就是说 如果我今天希望我以后不要锁动 因为有时候你的范围假设不是固定 哪个地方可能有的时候是保护这边 有的时候是保护 我们可能动态的随时针对我想要保护部分去做保护 而不用先做 因为不然的话好像还是先要锁动一下 那至于这个这两个是什么 怎么去加上去 其实程式很简单 在那个VBA里面 基本上它这个就是范围 比如说范围叫Range Range的C2 冒号到21 它里面的锁定的话 这边有个L 其实它的属性叫Lock Lock加1DLock 等于True就是打勾的意思 等于False就是不打勾 OK那隐藏的话它叫Formula Formula就是公式 那Hidden就是隐藏等于True 所以我Formula Hidden等于True就是表示我已经把它打勾了 所以如果我现在不打勾 那我如果也要把这两个打勾动作 我直接写到程式 我不要用锁动的话 那我程式该怎么写 基本上的话 第一个 一样到我们VBA里面 那其实只要写到哪里 沿袭时数里面加这两行就可以了 那记得加在那个保护 取消保护这个地方 那我如果今天我希望让它可以保护特别重要 第一个我先告诉大家说 我的范围Range C2到C21 当然这个21未来你可以用追踪 如果这写法前面有讲过 你们可以再看一下 点什么呢 点下去其实你会发现Range 跟Sales物件不一样的地方是Range 刮辅后面还是会出现那个清单 那你不用特别背 像Lock的如果你忘记打L就可以了 L就往下找一下 有没有 这边有个Lock的 就这一个 这个属性你可以把它改成什么 改成True 等于后面打一个True就打 有点像True就是开关打开锁定了 对不对 那另外的话还有一个什么 Formula点什么呢 点 如果你背不起来没关系打一个F 然后F F Formula 有没有叫Hidden的 有有没有就这一个 FormulaHidden 这个意思就是说应该可以很好理解吧 Formula叫公式 Hidden就隐藏 要不要隐藏 等于True就可以了 True OK 那这样应该可以看得懂吗 这个范围把它锁定 这个范围把它的那个Formula隐藏 那如果这两个做完之后再配合这个Protector 基本上就等同是什么 我们选了一个范围 然后把它保护起来 到底应该一样 就是跟我们用滑鼠键盘做那些动作是一模一样的结果 OK 所以以后的话如果你要动态的去保护 你就Lock的那个Range 然后最后记得Protect它就可以了 这样子可以做很多变化 有没有 那个一个工作表里面的其实就可以去动态的 但是你如果要像同学有一些动态的保护 当然前提是要有逻辑性 千万不要就是问我那个没有逻辑性 没有逻辑性 程式也写不出来 对不对 你总要有一个一三五二的事情 或者是当哪一个条件发生的时候 那我就保护它 所以逻辑性很重要 只要有逻辑性的事情 所以另外还有一点 尽量就是程式 不要发生问题 尽量你的资料也不要太复杂 还有不要给那种使用者太大的权限 反正越单纯 程式越不会发生错误 所以你有时候写程式不要想的太复杂 简单才是王道 真的写越简单越好 这是我得到 因为我认识VBA二十几年 我从最早认识它的时候 我写程式写的超级复杂 后来发现我有点着火入魔了 后来发现 好像连我自己都看不懂我自己要写什么 后来发现原来程式不是这样 越写越复杂 而且不能湖伦吞藻 以前也会常常拿别人程式贴上去 拿别人程式贴上去 最后发现自己都看不懂 因为那不是你的 看得懂是因为最后都是自己的 所以即便是我参考别人的 我也会把它改写成 自己习惯的写法 这点很重要 OK 像我上礼拜去也考了一张那个拍摄三的证照 然后当然也有一些解答 如果拿别人的解答我全部都改写成我习惯的写法 然后也去考试 当然很顺利通过 因为我只是去小事伸手 其实考试的目的不是为了要拿那张证照 而是说因为我以后会教这个东西 那当然如果我要教的东西请同学去考 但自己都没有考过 都没有说服力 所以这里的话我们主要是范围lock的跟formula一等 最后的话可以把它包 但是还有一个问题 刚刚提到的 就是以后当然我们程式写好了 然后也可以拉walk 当然这地方的话 当然就会有人想要走一些偏门 什么偏门 你这有VBA 那我是不是可以到VBA里面 看一下你的程式 假设它打开之后 它当然也许它是怎么看 它可以就是自己在这边里面找一下 找到沿袭总值数 看到了 而且它也看得懂 有没有 1234 那它就知道说密码是1234 所以特别注意 如果你要避免 当然不过这个可能是段数比较高的 你难保有些段数够高 它就看得到东西 那怎么办呢 你还要需要做一件事 什么呢 就是呢 请你把你的程式锁起来 让它打不开 那程式要怎么让它打不开 特别注意 我们这个程式是在哪里呢 在这里 研习总时数这里 对不对 那我的程式应该是写到 其实我应该写错位置 有没有发现 其实我应该要写在这个档案里面 我发现很多同学跟我一样写错位置 如果你要写的话应该记得 不要写在这个 这个是数学函数的档案里面 你应该要写在哪里 写在这里面 OK 贴过来就好了 因为之前有同学问说 老师我明明存档 为什么程式不见了 因为你存到另外档里面去了 那 主要是要讲说 如果你今天呢 它现在可以很轻易的打开 打开什么 打开你的那个里面的模组 看到程式 那如果说你要不要让人家看到里面 其实你可以按右键 VBA的project属性 可以做什么保护 也就是VBA也可以怎么样 加上密码 第一个把它锁定 第二个呢 加上密码 不过密码我也一样 加1234 比较好记 好 这个时候的话呢 你只要把你的档案关起来 但是目前 当然你现在进去还是OK 因为你现在还没有把它关起来储存 所以你可以把它关掉 记得按储存 储存之后的话呢 请你再到什么呢 再到你刚刚的档案位置 打开哦 然后启用内容 开发人员里面看一下 切回到刚刚的位置 那你会发现哦 刚刚的这个哦 加号打开 你会发现 如果你把那个VBA发价属性 加了密码之后呢 这个地方呢 它就再也没办法那么轻易看到程式了 所以特别说 以后如果你喜欢VBA 我也是建议你加密码 1234 OK 这个时候如果是你自己呢 才可以打得开 如果其他人的话呢 当然就打不开了 那另外就是说 如果你要把那个功能取消的话 按右键保护了 如果你要把它保护 就把密码再把它拿掉 储存 那就不会再受保护了 所以这部分的话 请各位试一下 刚刚主要两个重点 第一个哦 记得哦 你等一下检查一下 是不是存桌位置 然后加一个这个 范围locked formula hidden OK 然后再来就是记得哦 密码在这里 所以记得怎样 属性里面呢 把它保护一下 储存之后呢 进到里面看一下 应该是看不到了 画面先还给各位试一下 那这样的话呢 就基本上 你那个城市就比较不容易 人家要想要看里面怎么写的 很容易就会被看到 尤其是你未来 如果这东西都是你偶心力写写出来的 当然你会越是希望 这东西是你的智慧财产 其实城市 这就是你的 有些东西其实它的价值 就是因为你想出来的 所以这部分是你创造出来 这一点蛮重要的 OK 请各位试一下把那个 刚刚我讲的两 一个是 用那个range物件 的locked跟formula hidden 设为true 另外就是把那个 你的VBA的城市 做保护 记得就是在专案上面按滑鼠右键 VBA属性 保护部分打勾就可以了